有任何手段都會做的 不一定是這個手段 很多手段都可以做的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個地步又未必 因為他都要看整個國際客觀情勢 他都不可以亂來 還有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你這樣打橫來的話 即是叫香港快些收工 現在是你攬炒 更何況這個疫情影響中國經濟很重要 習近平面對黨內其他人可能會有質疑 雖然我經常覺得共產黨只有一派 誰上場都一樣 但是他自己為了鞏固他的權力 他都不可以讓其他想推倒他的人有口實 所以不久之前傳出 有些官二代、富二代、什麼代想搞他 陳平轉發一封公開信 搞到牽然大波 大家都可以聞到浸脫 其實都有人反對他 他仇家都很多 你拉了那麼多人去坐牢 他自己都很小心 當然這是另一個問題 牽涉到中國共產黨權力鬥爭的問題 但我們只看香港 你究竟想香港怎樣 你現在這種做法 其實在我們角度來說 是非常愚蠢的 你又擔心他35加 你又做些事令到他有機會35加 那就不要奇怪 但是你如果搞個臨立會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極低 不過這一定是泛民那邊的傳出來 大家鬥鬥發表虛假消息 你明白嗎 都是有政治目的 因為我們是用常識來看 為何要搞個臨時立法會 開玩笑 你有基本法 有選舉制度 臨立會是當年 因為那個順利過度失敗 就是95年選出來的立法局議員 不能過度去97 其實是因為彭定康搞政改 於是中國政府認為這樣不行 我就斷了你這個直通車 原本談好就直通 第一屆就不用選 你明白嗎 是這樣的 但是結果就不讓你有直通車 這樣才有個臨時立法會 要令到香港順利過度才有個臨時立法會 那時候我寫了18篇 反對臨時立法會 其中有兩篇就罵劉兆佳 劉兆佳是主張成立臨時立法會 所以她說話 我覺得香港的記者很懶惰 大佬就死吧 這個人 整天在謠言惑眾 你是不是 你都要訪問他 你不問他會死嗎 還有說了些事 說了等於沒有說 迫中央出手 你又不說中央的惡劣行徑 你是恐嚇香港人 不要做些事 迫中央出手 這個愧為學者 這個人根本就是垃圾 我不斷罵他 我告訴你 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我真的不回答 因為35家我覺得很難 難的原因是 現在這種選舉制度 譬如地區直選35席 上一屆泛民 現在這一屆是19席 當然被人DQ了 被人贏了那些不算 到下一屆 我覺得他最多可以多贏兩席 因為那是比例代表制 譬如九東 可能建制派會輸一席 九東是建制派三席 民主派兩席 就是因為選票分散了 另外新西也是 新西可以拿回多一席 泛民兩席加十九席便是二十一席 功能組別現在有十席 我讓你多取兩席 一席是區議會一 不用選的 因為區議會非建制派過半數 你提名誰 自然自動當選 因為他不夠票 以前一向是建制派 這個你可以取得 另外五個超級區議會選舉 最多是取得三個 因為去年11月的選舉 建制派一樣取得四成選票 另外那些功能組別 用公司票、團體票 你怎會贏 全部被他控制 我舉個例子 文化、藝術、出版、演藝界 它是所有這些界別裡的團體去投票 全部都是建制派 你現在說飲食界 我是符合飲食界選民的條件 你要登記做選民 食肆有甚麼搞得來的天黑 所以你見最近飲食界功能組別議員 張宇人很勤力 每天都出來 以前他不用出來 他贏定 現在他有威脅 這個位可能會威脅到他 其他機會不夠 你原有贏定的 用個人單位來投票的 你也是贏的 教育界、教師投票 法律界、律師投票 衛生服務界、護士投票 醫學界、醫生投票 這些你就贏了 其他商界一、商界二、工業界一、工業界二、工會 你怎會得到 所以我們當時要推翻這個制度 你現在去為這個制度 去背書 你參加功能組別等於是 但你不參加功能組別的選舉 你又拿不到一個半數 這就是泛民主派的一個兩難 但我估計最多拿33 我請問一個問題 有些人說 有得他輸 未必會參加功能組別選舉 不一定有35家 不一定會輸 香港現在不慘嗎 有得他 就算我們輸了 也不是說香港死 另外你方釋都可以抗爭 我的看法就是 我自己過去 我為何會從政呢 我就是對於民主派過去的20年 對香港民主我覺得他沒有貢獻 由中英聯合聲明簽訂 九七年前的後過渡期有選舉 他們的表現是甚麼呢 第一 他是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政索 他支持回歸 但是民主回歸 OK 即是說 他們以司徒華為首的就是 他是相信中國 這個共產黨會做體制內改革 華叔生前親口跟我說的 他說他認為習近平一定是好的 他是改革派 那你說甚麼呢 他現在人都不在 那他就改革派 你說習近平 大獨裁者 即是你一直以來民主派 對中國共產黨的評估 是有落差的 就是他 幸好有個六四慘案 令他們稍為改變了 作為調整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但是他仍然 你看他六四萬會的訴求 連年都一樣 結束一黨專政 這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 你不是推翻共產黨 你不是打倒共產黨 你是要求他解輸一黨專爭 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這些真是 有時覺得很奇怪 每年都喊這幾個口號 建設民主中國 香港現在的年輕人說 建設民主中國關我甚麼事 但他們的想法是 有民主的中國 有民主的香港 但經過22年 大家看到 他們這些訴求是否不切實際 所以我那年搞了一個 香港人悼念六四 我在千沙咀天星碼頭 七千多人 他說我分化 其實我只是想提供一個訊息 香港有幾個年輕人 不是這樣想的 你年年到年六四的目的是甚麼 你一定要為香港的民主 即是告訴香港人 你看他就是這樣的 六四慘案給我們的教訓 就是我們一定要香港有前面的民主 哪怕用甚麼手段 到現在 你仍然為香港人描繪一個陳世天堂 有了三十五家 就可以改變現狀 有了三十五家 就可以變天 是否這樣 有了三十五家 是否我們現在被拘捕的 那二千多個年輕人 那些學生 中學生 現在拘捕七千多人 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中學生和大學生 那這些人是否不用坐牢 還是你們取了三十五家之後 共產黨就跪下 當然有一件事我們做不到 但我們意志上一定要有 就是一定要推翻共產黨 是嗎 推翻這個政權 香港才有得救 是嗎 但是推翻這個政權 何其難呢 是嗎 因為中國人民的質素低 做慣奴隸佬 所以說真的 作魂 努力已經作魂 是嗎 你看那些小粉紅就知道了 在美國讀完書回來 都要盲撐共產黨 這個民族是沒得救的 基本上是 所以法輪功的天滅中共 是有玄機的 即是要過天才滅到它 是嗎 當然我們又不是這樣看 我實際上沒有能力跟你對抗 是推翻不了你 但是我意志上 要經常保持一種 就是 共產黨非王不可 意志很重要 對吧 好了 你說35加 你說選舉 你說香港會有名 你就已經磨損了我這個意志 是嗎 是 這個好像很高深的哲學問題 其實不是的 人們會反問我 你又沒有槍 又沒有炮 你誰夠打 如何推翻共產黨 共產黨穩如太生 共產黨初初起家的時候 他有沒有覺得 他一定可以推翻國民黨 是嗎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他要依附在國民黨身上 去壯大自己 接著搞暴動 南昌暴動 兩湖秋收暴動 廣州暴動 搞農民革命 用武裝革命 接著被蔣介石清黨 殺他共產黨 如果沒有八年抗戰 共產黨已經玩完了 是嗎 歷史就是這樣 歷史就是沒有如果 只有教訓 是嗎 今天香港的情況 你又要想想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作為一個 東西文化交會的地方 香港作為一個文明 法治的社會 今時今日 在共產黨 這個所謂一國兩制底下 這二十二年是甚麼綱景 如果不是 就不會發生去年 這麽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 所以現在 很多香港人都醒了 你明白嗎 現在就是這樣 我有本事 我一定會離開 香港人 沒有本事 我留下 便做順民 是嗎 年輕人 現在就是這樣 是嗎 我是很悲觀的 我講過很多次 但是悲觀還悲觀 我們都要起碼意志上 三軍可以奪其稅 匹匹不可以奪其志 這個志向很重要 意志很重要 我們有一種 就是跟你這個極權共存亡的意志 當然我這個說法 有很多人不會接受 我在能力上 即是我未必可以跟你共存亡 但是至少我意志上 我有機會我就說 有機會反對你 我就說 有機會反對你 有機會聲討你 我就聲討你 要這樣 就不是 泰山壓頂 中聯辦出聲 港澳辦出聲 劉兆佳教授說 你們自己檢點一下 不要讓他出手 等於去年解放軍來了 我的說法就是 歡迎 大家攬炒 這就是尚書說的 如及與皆亡 時日學喪 如及與皆亡 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你以為他有好處嗎 所以在意志上 你都要和他共存亡 和一個極權主義共存亡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至少在意志上要這樣 因為人就是你的意志 會決定你的行動 文天祥被困住的時候 他可以寫正氣歌 這是意志 人個個都會死 對吧 如果個個都貪生怕死 極權永遠都會存在 千秋萬世繼續作惡 好吧 好吧 我看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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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